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接下来关心中华职棒的上周战况 中兴兄弟三连战横扫富邦 紧狂最好 当中核弹头张志豪 还有敲出再见安打的詹子贤 都很关键 富邦吞了四连败就不太开心了 尤其张玉成手感冰冷 最近十二个大数只挤出了一只安打 中华职棒一周回顾 台冈雄英最大亮点 首推前旅日好手吴念廷 周六在澄清湖大本营 敲出返台 加入中华职棒之后 个人第一发全力打 周日换个场地 在嘉义市依旧火烫 连续两场比赛开轰 端出红总相当期待的长城炮火 也希望接下来 可以更稳定的掩护养炮魔鹰 同样轰出信心的龙队代表 是郭天信 魏群龙上周前进花莲球场 天歌周二双安演出 贡献三分打点 包括招牌快腿 跑出三连安打 周日更狂 炸裂个人本季的第一发全力打 单场五分打点 单中无常比赛 敲了七只安打 一共贡献八分打点 跟两度获选 单场MVP 说他是最夯的龙龙代表 绝对不为过 火烫的吴念廷和郭天信 恰巧和去年经典赛的队友张玉成 形成强烈对比 部长上周手感降温 四场合计十二打数 只挤出一只安打 更吞下多打七次的三阵 比较卡蛋的表现 也反映在球队战机 富邦苦吞四连败 金控大阵三场被横扫 更是失落 庄元郎张玉成终止出赛 即将满一个月 目前两成三三打击率 撬了三发全力打 被各队更小心针对的张玉成 得努力提升稳定度 而说到稳定性 乐天的灵力调整 确实有一套 本季平均打击率三成三三 上周四场比赛 撬了两发全力打 而且都是首居 手打席开轰 充分诠释 核弹头的角色 帮助乐天上周四场 拿到了两胜 目前下半季维持 在A短半的行列 对于失敏来说 本土投手这块 可能是不舍跟期待的 双重情绪 独独潘威伦举办 隐退的记者会 四十二岁的一代强投 选手身份卖入倒数 金孙古林瑞扬 周五对台钢 八十九球投完七局 投了八次三阵 没有失分 个人连六场 搅出优质先发 至于团队 雀跃跃跃的角度 肯定是中心兄弟 带着好心情 周一放假 关键就是五六日三场 替了汉奖大光头 近仗他们在大巨蛋的 拔脸胜 分别有陈子豪 逆转拳雷打 张志豪 守局手球烟火秀 以及詹子嫻 清雷的在姐安打 掩护了李正昌 吕彦卿 吴俊伟状况不稳定的缺失 搭配系列赛 超过了七万四千名的 球迷踊跃竞场 以及炫雅等艺人 赛后演出 都让上个礼拜的终止 更加精彩 也更期待 本周六队的战绩拉锯 外体舞台 周深黄华君 综合报道 好 同样看到中华职棒 他们是赶搭 羽球黄金 男双林洋佩 在奥运摘金的热潮 包含卫权 还有台刚 都在主场举办活动 希望可以有更多球迷 进场支持 林洋佩在东京奥运 拿到金牌之后 其实也参加过 不少中华职棒的活动 除了开球 还有限定的周边 一起来看看 台湾羽球黄金男双 李洋王麒麟 梦幻在巴黎奥运 连霸金牌 这是本届中华队的第一金 全台粉丝在社群大吸版 各家媒体品牌 则是展开大作战 努力研究 可能的合作契机 中指卫冕君 卫权龙就推出 本周主场优惠 平日天母主场 持羽球拍进场 一般去买一送一 赛后还有畅达体验 届时职棒的看台上 会出现多少的羽球拍 好奇我们的导播可以捕捉到 什么样另类的画面 台刚动作更快 直接敲到周日11号 大巨蛋的主场 交手中心兄弟 王麒麟到场跟球迷相见欢 两届奥运的金牌英雄 会不会罕有金牌王 最强金牌 应援曲歌词主角王波荣 来个双王合体 令人好奇 而说到中指主场的活动邀约 林洋佩在2021年 东京奥运神奇多金之后 行卫组合人气暴涨 曾经受邀到桃园 替乐天拍球 当时梁家荣担任好朋友 王麒麟的接球鼓手 王麒麟和阿英 两人私下偶尔相约打羽球 据说梁家荣拿起球牌 还蛮厉害的 而这难得邀约 可像拎着手套的金牌搭档 直呼比打奥运还要紧张 而且这个画界还有续集 中华职棒曾经推出 棒球羽球好友组合的球员卡 就是金牌的林洋佩和阿英同框 小编透露上次跨界发行 网路上有部分的算民批评 随着这次巴黎奥运神奇的未免 这张跨界好友卡又被翻了出来 甚至敲碗再次发行 来个特别版2.0 只能说奥运金牌 魅力无发挡 职棒圈除了送上恭喜 也努力策划 邀约李扬和王麒麟 等两位男主角反台之后 预料金牌的行销战会更加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接下来关心国内篮球 辅人杯 下个赛季要重返UBA一级的中原大学 以65比60击退国立体大 让团队的气势相当振奋 好 中原在新一期的UBA 目标是八强行列 也要利用辅人杯 好好磨练 辅人杯赛车迈入第三日 即将在下个赛季重返UBA 假一级的中原大学 迎战国立体育大学 中原的晴三节便将分叉拉开到16分 然而最后一节 国底靠着连续的三分球 一对当比分追到剩下一分差距 这迫使中原终出暂停 暂停结束之后 郑敬夭完美执行 教练指示强攻篮下拿下两分 中场中原在他全场获得20分 带领之下 65比60击退国立体大 我们其实从6月开始的训练到7月的部分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杯赛在做准备 所以在训练上 跟以及比赛的模拟上 也做了非常多次的一些 检讨跟演练 所以才有今天这样子可以赢 国立体大的一个这样好的 一个比赛的内容 调整自己的心情 就是上场就全力奋斗 不管对手是谁 不管对手多么的强 都照着球队体系去打 能够击退上个赛季UBA的八强队伍 对中原来说是一大振奋 其实他们在铁三角教练团 陈建廷 蔡俊明 张志峰联手带领之下 上个赛季一路杀到二级冠军赛才败北 尽管身材不占优势 中原透过防守战术成功限制对方得分 他们将俯仁杯视为暑假的备展重点 透过与强队联手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 当然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这批球员 因为我们个子都比较小 那希望在身体的对抗上 以及团队的观念上 我们训练的东西可以在这次否仁杯表现出来 然后最好当然是可以 希望再跟多一些外籍的球队 多打到一些比赛 这样是最好的一个磨练 去适应一下甲一的强度 因为毕竟这两年都是在甲二 努力想拼上甲一 难得有一个甲一等级的比赛可以去挑战 就是去适应这个比赛场 中原大学在辅仁杯中表现出色 这让队长刘宥伟感到整份不已 他表示希望球队能够延续这股气势 进入甲一联赛 并且力拼再重返甲一的第一个赛季 就闯入八强 本来体育台采访报道 镜头继续留在国内看到 第十届剑桥杯女子围棋最强赛 今年有一位重量级的选手 那就是台日通算达到五百胜的谢一鸣 好 谢一鸣有个蛮厉害的绰号 就是台湾现代最强的女棋手 博非常谦虚 是希望透过更多的交流 自我提升 第十届剑桥杯女子围棋最强赛 在八月二号这一天 与海峰棋院点燃战火 一路到八月九号展开围棋八天的棋战 而今年赛事共有十六位女子棋手参赛 当中战果最标秉的就属隶属于日本棋院 生涯累积多达二十七次头衔的谢一鸣 而谈到这难得回台参赛的机会 谢一鸣本人倒是相当谦虚 只希望多跟年轻棋手互相学习 难得回来下棋 希望不要两盘就结束 大家的实力都非常坚强 我也不知道能够下棋盘 但是能够下棋盘就多下棋盘 没有没有那是过去式 现在日本的年轻棋手比我厉害的也很多 那这次台湾的棋手们其实实力强的也很多 那就真的是希望能够跟他们多交流 然后多学习 通算五百胜达成的谢一鸣 不只是七段棋手 累计的二十七次头衔当中 目前也仍保有女流棋盛 女流本音坊等日本重大赛事头衔 可以说是现在台湾最强女棋士 即便谢一鸣再怎么谦虚也难言光芒 让女子围棋最强战的未冕者林依廷 都喊话想和她好好学习 就是抱着学习盘的心态 因为她在日本其实也有很多的头衔 然后我就觉得她棋应该是明显比我强 那如果能对到的话 当然就会很开心 尽管本次剑桥杯两位选手要对上 只能等到胜部冠军阶段 但好消息是谢一鸣跟林依廷 都在第一回合成功抢胜晋级 期待后续两位选手持续传来捷报 在决赛来个顶尖对决 五来体育台采访报道